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2020年的9月5号,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 消失了三个多月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罕见露面 早前有媒体报道说,王岐山是因为人之前这件事情被习近平靠边站 上月份也传出王岐山身体有问题 那么我个人觉得王岐山不大可能因为人次前这件事情而被靠边站 本来中共的国家副主席就是个虚职 王岐山认这个虚职本来对习近平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威胁 他不像当初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握着实权 当时他还救过人之前一命 在一个人之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不可能遵循王岐山的意见 王岐山也不可能给他意见 所以说这篇文章跟王岐山是没有关系的 王岐山也怕跟这篇文章张上关系 如果张上关系的话 等于是访习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那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王岐山不露面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王岐山身体有问题 再一个很可能王岐山感染了新冠肺炎 或者他身边最亲密的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事情 9月3号隐身数天的中共七常委集体来到北京西郊 中共抗日战争纪念馆 同时出现的还有王岐山 这个线线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说王岐山被习近平靠边杖的话 在这个重要的场合 对中共来说重要的场合 应该不会出现王岐山 从中共烟事报道的画面来看 七个常委加上王岐山八个人 他们在纪念馆外边列成一排 先后进入纪念馆 他们在纪念馆里边是有拉开了社交距离 然后外边的人不许进来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表明北京的疫情还是非常严重的 有可能八个人他们的亲属 或者里边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我个人猜测很有可能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王岐山 随后七常委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值得注意的是七个常委全部戴上了口罩 参加会议的人每个人也戴上了口罩 舞得严严实实的 从烟事的报道画面来看 基本上是习近平在说话 但是习近平不说话的时候 他们下面座谈会的人在讨论的时候 习近平是戴着口罩的 习近平怕下面的人传染给他 习近平要保命 我们观察到中共七常委上一次集体露面 是在8月29号西战工作会议上 当时他们只是拉开了社交距离 参加会议的人没有戴口罩 还有8月31号 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 中共烟事报道的时候 没有画面 只是字幕报道 很可能这也是一次视频会议 这样看起来 北京疫情风险依然很高 中共加强了防疫措施 不排除接下来中共会陆续逃离北京 躲避疫情 只是在特殊情况下 集体露面辟谣 但是中共这一次不仅仅是为了辟谣 中共在这次的座谈会上 他是有话要说 要告诉美国中共现在 已经跟美国宣战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说 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改变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改变中国前进的方向 绝不答应 这个是习近平最后说的 答不答应不是你习近平说了算的 美国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制裁方案来制裁中共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说这番话 也就是自己骗自己骗下面的参加会议的这些中共的贪官们 这次的座谈会习近平戴着口罩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也要说这番话 其实就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宣言 习近平要一条道走到黑 有一些朋友一直有一个疑问 中共干了那么多坏事 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共隐瞒疫情 使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失去了性命 中共为什么它的报应还没来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时候 中共向全世界甩锅 更可恨的是中共在这个时候 别的国家在受难的时候 中共以高价卖低制的口罩 防护服 这些撞去别的国家的国难财 中共实在是太可恨 那么很多人就想 中共怎么不早日垮台 难道中国的疫情真的没有了吗 从中共这次的座单会来看 中共高层应该是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或者他们的家属 北京的疫情还是严重的 要不中共的高层绝对不会戴口罩 那么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刘伯温的预言 刘伯温在十筹里边 他这样说 六愁九冬十月天 七愁有犯无人死 八愁有衣无人穿 九愁尸体无人减 十愁难过诸鼠年 这十愁里边的六愁九月天 和刘伯温提到的 要不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天 那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去年那个时间 这个十愁里边的六愁九冬十月天 是说的是今年的九月到十月份 咱们会看到 接下来他这句话是 七愁有犯无人死 八愁有衣无人穿 那个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 二次爆发的时候 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想想 有犯无人死 那等于是到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 可能最近有一段时间 也有媒体报道出来 就有人感染疫情以后 十二个小时就死亡了 这个是有出现过这种例子 但是还是很少 那么根据刘伯温的预言来看 七愁有犯无人死 八愁有衣无人穿 会不会在今年发生 再给他接下来说 九愁尸体无人减 那个时候是非常惨烈的 十愁难过朱鼠年 不就是在今年吗 中共眼看大势已去 即间崩盘 还继续绑架中国人民做人质 拿中国老百姓做垫背 准备继续和美国抗争到底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中共它肯定会垮台 也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审判 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刻 中国人应该认清中共的邪恶 拒绝中共 不要随着中共的政权走线深渊 如果刘伯温的预言应验 二次疫情爆发 将在九月份或十月份 到时候 中国将有上一的人招持大劫 认清中共的邪恶 抛弃中共 推翻中共政权 已迫在眉睫 希望中国人和朋友 能认清中共的邪恶 抛弃中共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有朋友 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订阅 分享 点赞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